当美貌与气质二选一 我从来只为后者轻浮 美貌固然惊艳 但在气质面前还是稍逊一筹 气质是一种很玄妙的东西 你待在它的身边 或是见它的第一眼 便能感觉到如暮春风般的温柔 好像大海和天空一样包容和煦 或如落霞与雨的温柔 与孤傲齐飞那样宁静致远 让人如临其境 近两天那雨可是真热闹 上影节之后紧接着就是电影之夜 明星们也马不停蹄 妆容改了又改 礼服换了一套又一套 却也少有出彩 内地称颜值场的八五花一个没来 到剩下九龄后小花们在大杀四方 可看着红毯上的她们 各个妆容精致 美则美矣气场上 却还少了份岁月流淌的沉淀 因而略显单薄 所以在同样外形上下足了功夫的各大美女面前 气质这份只可意会的东西 便显得尤为珍贵了 像舒淇的笑 慵懒迷人 自以大方 有种穿透一切束缚的自由感 不经意间便在你的心上落了根 自此难忘 像永梅的笑 是一种端庄文气柔情 却充满着力量与不羁的性感 虽匆匆一眼 却一眼万年 即便是接近古西之年的西美娟奶奶 依然无惧年龄 美丽依旧 她身上有着难得的一份淡薄与宁静 慈爱与美好 她身上的这份端庄与优雅 美丽与知性 其实与她的五官长相并无太大关系 甚至与她的衣着也没有太大关系 而是整体看起来的一份气质 眼神中传递出来的一份力量 当她和小17岁的吴岳同框时 两人的笑容很美 有一种温润的力量 这可今天要化什么妆 穿什么华美的衣裳 换一个什么发型不一样 而是一份踏踏实实的 来自内在的底气和自信 看着两人倒不像是在走红毯 更像是老友之间的耳畔寒暄 西老师挨挨可亲 问寒问暖 吴岳虚心受教 认真倾听 浅笑安然 岁月静好 但和秦海路一样 吴岳也从没觉得自己长得有多漂亮 即便家境不错 学习成绩优异 从小饱受文艺的熏陶 诗词歌赋 琴棋书画 都玩得转的她 却也和其他小女生们一样 对自己的外貌不自信 可这一点不自信 并未给她筑上心墙 物质和精神世界都极其富足的她 骨子里有着不容智慧的骄傲 她不顾父亲的反对 坚持要成为一名演员 并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入上戏 可大学四年 她却连一支广告也没接到过 身处美女如云的娱乐圈 她清醒知道自己靠不了美貌 唯有踏踏实实拼演技 北京深秋的故事 和平年代 菊花茶 吹事班的故事 刑警使命 中国式结婚 美丽人生 她一路稳扎稳打 努力耕耘着自己的梦想 很多人看了吴月都说菊花茶的女主真是找对人了 她浑身上下飘飘然一股子清冷之意 朴实自然 淡雅清纯 细细品来 别有一番风韵 人淡如菊 是大家对她深到骨子里的印象 清得秀丽脱俗 雅得 韵质天然 犹如凛冽寒风中的一只梅 孤傲 清冷 有着一世独立的淡薄与宁静 可她却不这样看自己 与其说她不喜欢人淡如菊这个亲切的评价 倒不如说她不喜欢被贴上任何的标签 身为演员 她渴望源源不断的好作品 而入戏的那时刻 她便不再是她 是引得众人唾弃的小三零零 不狐媚 不妖娆 甚至不那么有年轻貌美的资本 但你看她的一个小眼神 绵绵的 辛苦已隐忍 夹杂着心机与讨好 平日里略带温柔与嗲意 不动声色间便攻占了城堡 是苦苦挣扎十四年之久 可怜却并不无辜的贺云 一边是亲生骨肉 一边是誓言与信仰 人在重压之下 还要做得滴水不漏 被利用之后 却痛苦却无可奈何 她把那种无奈和无力感 真的诠释得淋漓尽致 贺云这个人物 好像就是夹心饼干一样 却还是截然对立的双面派 外表晴天 内心阴天 很复杂 很考验演员的共情与功力 是一出场就大大咧咧 干实事的县委副书记 爱先知 虽身处高位 却十分接地气 敢想敢干 雷厉风行 不抖机领 不偷懒 踏踏实实 干实事的一位女干部 逮着一个问题 能把人骂死 大院里的野猫都躲着她走 县委伴前前后后 给她换了六个联络员 最多干两个月 不满意 挑刺 在别人的口中 爱先知是这样的 吴月一出来 还别说 真感觉就是那么回事 演不同的人生 就有不同的滋味 当变得不那么像自己的时候 也就离角色更近了一步 如今当被问及 中年回首望从前 什么时候最快乐 现在这个时候 是我最好的时候 我觉得人的一生 最快乐的时间 是在四十岁出头吧 不像年轻的时候 需要猛冲猛打 四十岁可以停下脚步 父母身体也尚好 不再像以前那么急匆匆 她如是说 是啊 停下来 却发现生活充满细节的 脚脚落落 你会收获幸福的每一瞬间 读书观影 养花赏鱼 却感受西瓜的香甜 花香的浓郁 河面的林林 柠檬与汽水相遇 那滋滋冒泡的 酣畅淋漓 悠哉乐哉 生活是自己的 不需要他人定义 自己也不要把自己 又在某个狭窄的局限里 世界是丰富的 人也一样 当我们扔掉 好不好看的包袱的时候 收获的是更大程度上 心灵的自由 接下来说 吴越亮相 中国影视之夜 穿黑色刺绣 亮片纱裙走红毯 端庄优雅 吴越是演技实力派的演员 出演的影视作品 都十分受欢迎 平时的他比较低调 但是大家都喜欢他 而且大家都是 被他的演技和气质征服 已经51岁了 气质十分出众 穿衣搭配也十分端庄得体 尤其是出席活动 装扮更是惊艳 看看他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的中国影视之夜的 红毯穿搭吧 选择了一条 黑色的薄纱刺绣 亮片长裙 不灵不灵的十分耀眼 将他的好气质 也展示得淋漓尽致呢 走红毯的时候 一下子就能够将 大众们的视线吸引 分分钟美成焦点的节奏 对于大龄女性来说 穿衣搭配在选款和配色上 都很有讲究 穿得太花哨了 可能hold不住 会被吐槽的 这次五月选择了 经典黑色款的薄纱长裙 不会显得小夹子气 也能够衬肤色 显得年轻 可是一点都看不出 他的真实年龄 裙身上也有很多小亮片 和小香钻的点缀 一点都不会显得单调 走红毯的时候 在灯光的照射下 闪闪发光特别好看 可见五月还是挺会搭配的 而且他将自身的身材管理得不错 这样穿搭就变得轻松很多 各种服饰都可以驾驭 瞧他这纤细的腰身 一点坠肉都没有 完全没有中年发福的痕迹 薄纱材质的礼服 还带着一点点仙气 裙摆有渐变色的设计 比较别致 秀出自己的好身材 整个状态特别好 这样就能够在视觉上 起到了很好的减灵效果了 除了红毯和舞台上的美照 吴月还有精修的艺术美照 简直就是重重的美颜暴击 他一直都是留着短发 短发清爽好打理 也会显得发量很多 生活中也有不少女性 上了年纪之后就换了短发 短发也挺显气质的 吴月也没有搭配太复杂的饰品 仅仅是小耳环点缀造型 增添了造型的精致感与时尚感 而且越是简约的造型 越是能够将女性骨子里的好气质展示出来 不得不说吴月就是美到骨子里的女人 笑起来的样子也很好看 她出演了很多好看又经典的影视作品 大家都比较喜欢她 为人真实低调不做作 更加招人喜欢 没想到吴月的穿搭也还不错呢 出席活动的礼服造型端装又优雅 不知道你们喜欢吗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